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 孟德尔遗传定理的另外一个延伸 也就是基因跟基因之间的interaction 所造成的现象 所谓的epistasis 这个epistasis的意思就是说 你用来做close的这两个基因 他们彼此之间 其中一个基因的作用 会去影响到另外一个基因的作用 所以在他们表现出来的 那个phenotype上头 就会造成互相干扰的一个现象 这个实验比较有名的 是在一个 这个狗 拉布拉多狗的毛皮的颜色 就是它的毛发的颜色 的实验上头 可以很明显的显现出来 拉布拉多狗 它的毛 有几种颜色 造成它的毛的颜色 实际上是被两个基因来控制 这个基因其中一个基因叫E 大写的E 当然就是dominant的 小写是E 是recessive 另外一个基因是B B大写的是dominant 小写是recessive 那这个E基因的作用 它主要是负责一个passway 那这个passway 它最后可以生产出来的产物 是一个叫做 Eumelanin 就是一种黑色素的颜色的分子 所以当这个细胞产生了这个黑色素以后呢 那自然就可以让这个细胞变成黑色的 另外一个基因呢 B 那这个B的作用是干嘛呢 B的基因是负责 将细胞里面产生出来的Eumelanin 把它deposit 就是把它摆置在正确的位置上头 意思就是摆在那个毛的毛囊的位置 所以当细胞产生出来的Eumelanin 这个黑色素呢 只有当它正确的被摆在毛囊的位置上头 这个毛的颜色才可以真正的显示出 那个黑色素的颜色出来 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例子呢 当一只狗 它的那个Genotype里面呢 有一个Valtype的B 也就是Dominate的B 同时有一个Dominate的E在的时候呢 它既可以产生正常的Melanin 又可以把这个Melanin呢 正确的把它摆在毛囊上 所以这种狗的颜色呢 就是纯黑 Black 纯黑的颜色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它的B是两个小B 意思是说它是recessive 然后这个狗基本上它的细胞没有B的作用 可是它还有E 那这个E呢 大写这个Dominate的E呢 会让它产生正常的这个Umelanin这个色素出来 可是呢 它负责要把它摆在正确位置的B呢 是缺陷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虽然会产生黑色素 可是这个因为两个小B的这个Melanin呢 使得它的Umelanin没有办法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头 所以这种狗呢 它的颜色比较淡 它是属于一种巧克力的颜色 巧克力颜色就是比黑色还淡 比黄色还强 就是介于中间的一个巧克力的颜色 或者是棕色的颜色 另外呢 另外有两种类型的Mutation 这两种类型的Mutation 它的E都是Mutant 都是Recessive Mutant 就是小雪的E 两个都是小雪的E 这个既然它是小雪的E的Recessive Mutant 就代表说 它这种细胞没有办法产生Umelanin这种黑色色素 所以它既然没有产生 没有办法产生这个黑色色素呢 那么不管它的B的基因是 Dominate的Walt-type 或者是Recessive的 那个Mutation 那这个影响这个黑色素的这个正确位置 分布的这个作用 自然就没有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种狗 这两种类型的狗 它的毛皮是属于金黄色的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 比较偏黄的这个颜色 所以呢 当科学家在做这个狗的这个杂交的时候 他们发现 它把两只带有Hetrozygos 就是B跟E都是Hetrozygos的 也就是黑色的狗交配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呢 这个狗呢 最后产生出来的这个毛皮的颜色呢 它的那个Ratio是9只黑色的 三只巧克力色的 然后有四只的金黄色的 所以它的比例基本上是9比3比4 这个我们平常熟悉的这个孟德尔的遗传定例呢 9比3比3比1的这个Ratio 是不符合的 所以我们说 这种的遗传的这个Pattern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受到 这个B基因跟E基因 它们产生出来的产物 彼此之间有互相干扰 或互相受到另外一个基因影响的这个作用 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把这种的这个干扰的这个现象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Epistasis 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 刚刚那个9比4比3的这个比例呢 在真正的遗传学里头 事实上是要复杂的多 科学家已经透过很多很多的遗传交配的实验呢 其实他们已经发现这种比例 有各式各样的比例 那么因为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个遗传实验呢 不能够代表整个这个遗传学的讲授 所以我们没有准备要把这些所有的现象 都在这里交代 我们只用这个表来告诉大家 事实上违反孟德尔遗传定例 而产生很多很多这种 因为交配的基因之间 它们彼此之间有交互作用的原因 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的 这个子带的这个phenotype ratio 那它的复杂度是相当相当的高的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9比4比3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LABORATOGO它的那个毛皮的那个颜色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实验里头 所使用的这个酵母菌的 这个Ossotroft mutant 我们已经告诉各位说 我们手边有给大家操作过 这个password的Ossotroft mutant 其中有一个ad2的mutan 那么这个ad2的mutan 它正好去在Adenin的合成的 这个password里头的其中的一个步骤 那么我们之前有解释过说 在这个password里头 从原料一直到它最后合成的 Adenin这个过程当中 当你有一个基因 比如说ad2坏掉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往底下走 那么它基本上就会在细胞里 把它前一个步骤的这个intermediate 在中间残物堆积起来 那这个中间残物呢 在这个case里头 它叫做phosphorribosyl amino imidazole 简称叫AIR这个compound 它的structure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compound呢 当它不断的累积之后呢 在细胞里头如果遭受到氧化的作用 氧化的作用 那么这个compound就会变成红色 所以换句话说 当你有ad2的mutant 它坏掉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这个细胞的colony呢 它因为有很多这个被氧化的红色色素 存在细胞里头 所以整个colony看起来是红色的 所以我们如果把Adenin 合成的这个password 用一个简化的方式 给它化成这个样子 那你可以看出来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是原料 它经过了好多步的合成步骤以后 最后它会合成Adenin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说 如果ad2是坏掉的 打一个X代表这个基因坏掉的 那么你就会看到 AIR这个Imitazole的compound 堆积起来 所以一旦它受到oxidase 它被氧化了以后呢 就会呈现红色的颜色 所以呈现红色的colony 这件事情是ad2的其中的一个phenotein 然后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在谈这个ad 这个合成password的ostromutant的时候 always告诉你说 只要这个password上头的ad 任何一个adgin坏掉 代表你的细胞没有办法 正常的合成Adenin的时候 那么这个细胞 基本上它会呈现出来的 另外一个phenotein 它是ad- 意思就是说这种细胞 你如果把它养在 没有Adenin的dropout medium 事实上它是不能生长的 所以我们看在 ad2这个基因 它只要坏掉了 它会呈现出红色colony 这样的phenotype 同时它还是ad- 这样的phenotype 所以我们再看看 接着下来 假设我们同样 Adenin合成的password上头 我们在它的上游 就是在合成password的上游 把另外一个基因 ad5给它破坏掉 意思就是说 这个细胞 我们现在手边的细胞 它是double mutant 它同时坏了两个基因 ad2跟ad5 那么这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 因为我们说 这个ad2的mutant 之所以会产生红色的 颜色出来 是因为这个password 从头到尾一路的合成 来到这个地方停下来了以后 它才有机会累积堆积air 这个中间产物 所以你现在制造了一个double mutant 你把它更上游的at5也破坏掉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合成的这个路呢 从这里走到at5 它就已经停下来了 所以这样的double mutant 它永远没有机会 让它一路走下来 走到这个位置去把红色的air 这个compound堆积下来 所以事实上 你手边如果有at2 at5这样的double mutant的时候呢 我相信你们在过去的实验里头 应该已经早早发现这个现象 那么这样的coloring 它其实是白色的 它白色的原因是因为 你在它的上游已经把它阻断掉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现象 我们解释说 在这个你的这个实验里头呢 因为你利用了一个所谓的epistasis 就是我们把上游的东西破坏掉的现象 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下游的一个基因突变的phenotype 所以这样的关系就叫做epistasis 我们刚刚前面利用那个例子也讲过了 意思就是说你用at2 crossat5 你就会看到有这样的double mutant 它这个时候已经变白色了 它就不再堆积 那针对这个phenotype来讲 我们就说at2跟at5之间有epistasis 可是回头你再想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有说过 at的mutant不管是at5 不管是at2 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phenotype 就是说它是at minus 就是在没有at0的情况之下 它是不能生长的 好那你今天如果手上拿到了at2 at5的double mutant 请问你 这种double mutant 它的at0的这个需要的这个phenotype是什么 答案是 它还是一样是at minus 就是说你没有给它at0 它还是不能活 所以在这个case我们现在手边手上看到这个case 当at2跟at5会有epistasis的影响的时候 指的是它产生了红色的column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是讲的是 没有at0能不能长的这个tenal time at5跟at2它是没有epistasis的这个现象 OK所以大家要掌握这样的观念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给大家做的实验呢 我们用at2 mutant跟at5 mutant 这是一种dihybrid cross 那么等到大家把这个f2 你用f1的字交 然后产生了at 那个f2的这个 所有的16种的这个可能性都列出来以后呢 那么上面这两行 基本上就是每一个细胞的genotype 它主要的组合 总共有16种 那么底下两行呢 其中第三行指的是 它在at minus adenine dropout上头的phenotype 它是at minus还是at plus 那我们用颜色来区别 这个浅蓝色的是at minus 然后绿色的是at plus 那另外呢 在第四行我们用它的颜色 黑色这个w代表white 就是白色的 白色的colony 那么我用r 大写的r呢 代表red 就是红色的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如果看它的那个 adening的那个dropout median上 能不能生长的这个phenotype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总共呢 是13比3的比例 at plus的就是总共有9种 那么ad minus的总共有7种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ad2跟ad5 这两者在利用dropout的 minus adenine的plate上头 呈现的phenotype 它就是符合我们上个礼拜 谈的基因 基因interaction 的complementation 的group 因为ad2跟ad5 它们是在同一个passive上头 而且它们都彼此之间 只要有另外一个好的基因的时候 它们是可以互补的这个作用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谈过 当两个基因 有互补作用的时候 它呈现出来的phenotype 就是9比7 可是我们如果看它的colony的颜色这一部分 我们就会看到呢 白色的colony总共有13个 那红色的colony有3个 所以它们的ratio是13比3 所以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 就是ad2 fi这个例子 它所呈现出来 违反孟德尔的遗传原理的部分 总共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如果你以它的colony的这个颜色来看呢 它符合epistasis这样的group 如果你是以它的minus adenine 这样的dropout medium生长的这个phenotype来看呢 它符合complementation的group 它是9比7的这个比例 这在我们的实验里头是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 快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